大家好,我是小热 2024已经经过了三分之一 不知道各位玩家们有没有玩到让自己印象深刻的游戏呢? 在未来6个月里,还有许多玩家们等待已久的游戏即将推出 那么当然,身为爱打游戏的一份子 我自己也有一份心中的收藏清单 今天这部影片总共会介绍9款即将在今年上市的游戏 希望可以帮助到还在考虑有什么游戏可以玩的你 那么话不多说,马上就来跟大家一起盘点 今年的期待上市游戏吧! 2024期待上市游戏第一款 蔚蓝色法则,Blue Protocol 原定于2024年初上线的蔚蓝色法则 几经推迟本来发公告说会在今年上半年推出 但随着玩家们持续的追踪 似乎现在已经看不到头了 到底玩家们能不能玩到这一款游戏 也在社群中成了一个谜题 在我的上一部年度期待游戏中也有提到 是一款画面以及操作都深得我心的作品 虽然在玩家们体验过日服之后 发现还有许多系统UI以及任务流程有待加强 但作为现代稀缺的MLO星座 还是值得令人期待的 并且在官方后续的更新上也有许多体感的改善 整体来看是一款起点及格并且未来可期的游戏 至少我认为打通一次主线跟副本还是可以的 反正它是免费游戏嘛 那么相信玩家们也很久没有跟朋友一起 在剑与魔法的世界冒险闯荡了 不论是在主城里聊天跳舞 还是在副本中刷怪升级装备 我认为在过往的体验中 我都有获得快乐以及成就感 缺点是在后面的重复内容有点太多了 这也是我希望该款游戏能够改善的地方 大家不妨把这款游戏当作是魔物猎人一样的游戏 通关过后就放着等下一次更新 再来看看有什么新内容 其实近期日常推出的游戏都有类似的感觉 像PSO2 NGS那时也是在第一个礼拜 玩到最新进度之后 就持续放着等待更新了 当然我本身还是希望游戏可以上市的 就一起来看看到底有没有机会在2024年玩到吧 2024期待上市游戏第二款《剑星》 相信大家对这款游戏都略有耳闻 有着金亨泰风格的类魂动作冒险游戏《剑星》 即将在4月26号与PS5独占上市 前阵子因其女角色的绞好身材而遭法国Ign批评 指出物化女性并且会导致现实女性被攻击的言论 受到广大网友言上而最终道歉 相信玩家们这几年也被许多过度的政治正确 骚扰和魔改到人无可认了 那么不谈正确争议的部分 《剑星》本身是一款画面精美的魂系冒险游戏 其角色设计常常让我有一种在看剑林的感觉 想当初玩剑林的一大快乐 就是自己角色真的超婆超好看 在跟怪物战斗时还有外观吸引人角色可以操控 绝对是1加1大于2的好设计 此外相较于其他魂类游戏呢 《剑星》的操作也非常多样化 有着各种技能的接济以及强化延伸 如果喜欢该游戏的画面的话 相信是一款值得非常一玩的游戏哦 2024 期待上市游戏第三款《黑蒂丝2》 人气超高的RogueLite游戏《黑蒂丝》续作将于2024年第二季开放抢先体验 新一代在Steam发行至今维持着压倒性的好评 爽快的战斗和角色成长的快乐 使众多玩家无法自拔地刷上一整天 在美术方面其精细的场景布置 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利会 搭配神秘的神话、历史故事 在各方面都吸引着玩家陷入其中 一代我们扮演冥界之子 试图逃离父亲黑蒂丝的控制 在冒险途中我们会得到众神的赐福 带着各种能力增幅突破层层难关 而在黑帝斯2中我们变成了冥界公主 也就是一代主角的妹妹进行冒险 这款曾在TGA上获得最佳独立游戏 以及动作游戏的神作 相信大家也都等不及要展开新的冒险了 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二代又能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吧 2024期待上市游戏第四款爱尔登法环DLC黄金树幽影 只有宫崎英高能够超越宫崎英高 每一款出自于棋手的游戏都是经典 掀起同类游戏一波又一波的大浪 而爱尔登法环Elden Ring 绝对是近代魂系游戏的一大代表作了 无论是美术、战斗还是音乐 无疑不在社群成就了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迷因 而这款大作的DLC的推出 绝对是广大玩家们在2024最期待的一件事 黄金树幽影将于6月21号推出 本次剧情将带我们探索米凯拉的相关故事 并揭示女王玛丽卡的过去 黄金树幽影会是过往魂系DLC中内容最大量的一次 有着全新的地图以及全新的武器类型 绝对足以让玩家们又花上几百个小时在游戏中闯荡 DLC内容的场景会与本作区隔开来 其中的故事也不会影响到本篇的发展 所以玩家们也不用担心会影响到 自己在本篇的事情没做完被中断 或者是有未完的探索也可以同时进行 那么各位准备好一起再次进入那个 令你玩到分不清百天黑夜的交界地了吗 我早已快忍不住想体验被各种BOSS花式虐包的感觉啦 是人都想神仙好 唯有功名忘不了 你也想当神仙 2024期待上市游戏第五款黑神话悟空 预定于2024年8月28寿的黑神话悟空 其精致的画面搭配充满经典稀有要素的战斗风格 深深地吸引着许多喜欢魂系游戏的玩家们 并且目前与Steam的愿望清单排行上也是名列前茅 身为画面党的我 在几年前第一次看到游戏画面时 其绚丽的光影渲染和高画质流畅战斗 就已经让我期待满满 这个充满东方神话元素的世界还真的是蛮吸引我的 别看难度等等可能会在上市前调整的内容 本身的战斗以及来回的攻防看起来非常过瘾 并且预告中的很多BOSS真的是超级帅气 而黑神话悟空最常让人联想到的游戏 就是魂系经典系列作之狼 两者相较于其他类魂游戏 有比较相似的氛围都有东方古代鬼神的元素融入其中 让众多玩家们期待黑神话悟空 是否也能成为一款像只狼一样出色的魂类游戏 还没有尝试过魂类游戏的朋友们 也不妨趁着黑神话悟空发售时 一起来尝试看看哦 2024 期待上市游戏第六款 第一继承者 The First Descendant 第一继承者是一款类似于天命以及冒险圣歌的动作涉及RPG 类的刷装游戏 游戏预计9月19展开公测 玩家们将化身为继承者们 为了人类的生存对抗侵略者 并且守护英格里斯大陆 在先前的两次游戏测试中我也都有参与 简单来说呢 我们会以第三人称的方式来操控角色 除了基本的枪支使用以外 每个不同的角色都有他自己的技能以及大招 比如偏向防御面的高额护盾坦克 伤害敌人同时能够回血的治疗奶妈 还有全火力输出的轰炸型输出角色 装备部分也分成了好几个可以拆装的符纹 再加上枪支本身也是可以进行零件装配的 很经典的刷装标配 就是拆成多个部位要你去浓 并且赌随机词条 从游戏的深色效果画面特效来说 经过实际游玩发现比原本预期的还要好一点 我很喜欢游戏中的枪支开火声 尤其是手枪的部分 真的射起来蛮带感的 每一发枪声都有种震撼感 画质部分也对得起现代游戏的水准 但这类型的刷装游戏都有同样的隐患 就是游戏带来的新鲜以及成就感 可以支撑玩家们投入多少时间 在里面重复刷取材料 因为我是属于那种开服一头热的玩家 能让我玩得很久的游戏其实不多 大多游戏都是因为有朋友一起同乐 才能玩得比较长久 所以玩家们在购买前也可以思考一下 自己对于刷装游戏有没有足够的热衷 以免造成遗憾 2024期待上市游戏第七款 小朋友起打交2 相信LF2已经成为好几代人的童年回忆了 LF2.NET这段文字早已刻在我们的骨子里 陪伴着我们成长 如此经典的游戏 预告要在2024年末在Steam上市翻新版 如果这不是情怀 什么才是情怀呢 LF2是一款可以多个玩家操控不同角色 在横向卷轴游戏中闯关的游戏 每个人物都有数个不同的技能 透过防御跳跃攻击再搭配方向键来组合成招式 小时候为了把所有角色的指法都背起来 甚至比上课都还要认真许多 同学间在游戏里的战斗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其实我也不确定这样一款20年前的游戏 放到现在是否还能够激起新玩家的热情 但当它上市时 我是一定会选择购买 并且找身边的朋友一起重温一次当年的快乐 也邀请没有玩过的朋友们 可以尝试看看这款 陪我们度过了整个国小时光的经典游戏 2024 期待上市游戏第八款 ARC 2 经典生存游戏 方舟生存进化续作 在去年宣布延期至2024年末上市 那么终于来到了2024年 不知道玩家们是否还在期待这款游戏的推出呢 方舟生存进化可以说是生存游戏的标杆之一了 不论是各大实况主和YouTuber 乃至近几年最火红的VTuber们 都曾在这款游戏上创造许多精彩的画面 这样的一款经典游戏 相信大家都是非常期待的 在游戏中 从我们会手无寸铁的出生在一方充满恐龙的世界 玩家们能不能运用科技以及智慧生存下去 就要看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经验啦 在经过连续的重生以及研发当中 最后我们将统治这个世界 ARC 2 作为续作在引擎上面做了升级 除了使用UE5来重置以外 也有开放新的地图以及系统等等 在第一次游玩一代时 光是被各种恐龙追到不断尖叫 并一边逃跑的经历 就已经深深的烙印在我的回忆中了 但由于缺少画质的更新 比较难找朋友一同入坑 那么在2024年推出的二代 相信会是一款找一群朋友一起游玩的好机会 就让我们一起在未知星球展开挑战吧 2024 期待上市游戏第九款 小小梦魇3 Little Nightmares 3 小小梦魇系列是许多人 作为恐怖游戏入门的第一款游戏 其可爱又伴随着恐怖元素的画风以及角色设计 让许多第一次尝试的玩家们又爱又恨 在过去两代中游戏的时间都不算太长 但整体的过程体验是非常精彩的 不论是场景的互动还是剧情的演出 我都认为是一款不容错过的好游戏 在一步步的解谜当中 慢慢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寓意 随着慢慢接近真相 玩家们也会为之毛骨悚然 在层层恐惧包袱之下的真实 竟然是我们身边随处可见 可能正在发生的事情 小小梦魇就是这样一款扣人心弦的作品 画面呈现一点都不马虎 在三代首次加入了好友连线功能 我们将能够与朋友一起 在这个未知的诡异世界中闯荡 那么你准备好了吗? 那么以上就是9款2024 我个人特别有兴趣的未上市游戏 来许多未上市游戏 因为篇幅的关系没有能够提到 未来也会持续的更新 不知道各位 没有什么心中特别期盼的游戏 也即将在今年推出呢 欢迎在留言区留下你的想法 另外有一款上市日期未定 但我也很想赶快玩到的游戏 那就是台服的失落的方舟 嗯... 说是日期未定 好像也不太正确 不如把它归类在 下次一定的游戏里面好了 因为我非常喜欢 跟朋友一起打副本 而失落的方舟Lost Arc 不管在职业的设计 还是画面的精细度 都是非常打准我的喜好的 也许有人会说 想玩可以去玩其他伺服器 我的确有在玩Steam服 但我个人还是偏爱整体都是中文的环境 副本沟通都能用中文 想骂人时也可以直接喷路人 这不仅仅是一个汉话 或者是找中文工会就能体验到的 而是整体的氛围以及社群讨论内容 那么中国服因为要实名认证 所以我也比较难玩到 所以就把台服的上市 放在心里的某个角落 等到真的有一天有消息 再说吧 那么这部影片就到这边啦 感谢大家的收看 关注我获得更多游戏趣闻 我是小热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